新家族 一起开心吧 欢乐大回家 欢迎各位 大家好 我是阮心航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希希希 哈喽大家好 我是金亮 哈喽大家好 我是清清 如果您有才艺 或者有故事的话 想来到我们一起开心 发的大舞台去展示的话 赶紧赶紧拿出您的手机 来扫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然后关注我们的节目 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报名了 很容易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接下来我们即将 要做一个稀有名稀的游戏 没错 是不是看都知道对方想啥 所以特别容易相处 来 邀请广东一家人 有请 好了 我们广东一家人已经就位了 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不是一个拍抖音的现场 他们是准备在做我们的默契游戏 这个把挡着怕他们偷看 问出来的问题以后 他们要互相写下各自的答案 看看答案有没有就默契 写错会怎样 写错就 是不是我们蒙蒙团打他们了 好像通上来了是吧 要接受惩罚 第一个问题是 家务活谁做的最多 好 在这个黑板上写下你的答案 谁做的家务活最多 是吧 哎 你不要这么大声的 不能说话 只是使眼色 来 我们就写那个 没事 他们都停笔了 我作证 对不对 那现在 你现在偷偷说一次 哦哦哦哦这个 哇 你这都不是刚才的答案哦 是不是这个 让我瞧瞧看一下 三二一 亮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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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可以哦 好有默契啊 不是有一致 这个无叫默契 我觉得就是真实情况 那还 还有什么好默契的呢 难道 难道婆婆把家务都做完了 那两个还能说我这样子吗 不会的吧 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 好 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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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尝 风尝 请你提一下更难一点的问题 好不好 来 我们的版 这问题我都不好意思问了 OK 对 对你来讲就是叫老公了 对阿姨来讲就是叫 叫这个儿子 写出儿子的这个最大的缺点 是啥 写出 就写出王学士最大的缺点 你写自己最大的缺点 好 我要写了 你把我耳边告诉我就行了 你要把你最大的缺点 你要把你最大的缺点 你说 小声一点 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然后麦琉 搞得真来平时才不算 这么厉害啊 再有了 好 来 我们再写一下 我觉得现在中间 这位男士坐立男安 就不知道两边的答案 会是什么 没有 男人可能觉得 好允媚啊 好完美啊 我没有缺点啊 对吧 他也可以这样啊 如果交了白卷 大家就觉得很完美 无缺点 没有 我的缺点就是我的优点 好了 完成了哦 是不是这位也可以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他还在想呢 他还在想呢 就是他老婆在想吗 你这段是做戏吧 你这段 是太多了 不知道写哪个 但是老公的缺点都是优点 是太多了 还是根本就没有 写最大的那个 好难啊 没有 赶紧的 赶紧的 你可以写没有 怎么可能 来 准备 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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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版拿后 3 2 1 好 面对观众 这面是他面兽积怡 我写的 他说他儿子没有缺点 哎呦 有妈妈喜欢 真是亲妈 来 我们先看看 再看看媳妇的 喝酒 喝酒 哎 那这个要说一下 这什么程度 你觉得是特点 他喝酒什么程度 会经常跟朋友出去喝咯 喝到什么程度 喝得烂醉如泥回来 老婆帮我洗个澡 还是喝完不回 他会回来的 回来 那就是回来的 有原则 回家就喜欢 还心醒吗 就偶尔的话就会很醉 你会照顾他吗 不会 人家在地下睡 这种情况 一般你先塞厕所 等他睡醒了 再拿回出厅力 你不觉得 你儿子喝酒是个缺点不 喝一点酒没事了 也不是什么缺点 那这样子 现在你媳妇说 你儿子喝酒是个缺点 那你跟他辩论一下 我媳妇肯定是不喜欢喝酒吧 就你不喜欢喝酒说 你不知道酒的好 喝酒回来 是睡在我床上吗 又不是睡在他床上 对啊 讲到重点了 知道了没有 那你就说 那你就说 以后我儿子喝醉了回来睡我床上呗 那不就解决了呗 他们准备好了是吧 对啊 因为看到我们的萌萌团已经蠢蠢欲动 打中间这个千错万错都是他的喝酒 让你喝酒 让你喝酒 对 让你喝酒睡老婆床上 不睡阿妈床上 我还先睡萌萌团 谢谢萌萌团 再有萌萌团 一会儿还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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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没有 好 最后一道题了 来 来 婆婆最不满意媳妇的一点是啥 好难呢 难吗 不难 真的难呢 因为我觉得可以写十点 怎么只有一点呢 对吧 你就偷偷告诉我 你让他们先写 谢谢 写完了 写完了 我好心疼中间的这位啊 因为他的答案一旦 他还在有 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容易暴露一些其他的事情出来 你知道吗 好 不能说话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的男士还在 好纠结 我偷偷看一看 婆婆在这边就是 好难 对 好难 自说还不少 OK 好 来 板退走 3 2 1 好 让踢板 来 怎么媳妇不亮呢 太紧张了可能 媳妇说的是丢东西 就是我丢他们的东西 就把家里都给丢掉 扔掉 扔他们东西 扔掉 扔掉 但你婆婆没觉得你这个不好 对 你要扔就扔 对 反正对 这好玩的游戏 叼三那四 我觉得 其实我是想写两个 写两个的话 就跟我妈那个一样了 不是 你们先解释一下这个 你嫌你老婆 这都是我对她的看法 叼三那四 就经常找不到东西 大哥太实在了 还想写两个 这个时候答对不是很重要 家庭和谐很重要 晚上回家要自己住 你错了 这种机会本来就不多 婆婆在我的这个要求之下 还是写下了一个缺点 她说她做事情比较慢吞吞的 她做啥慢吞吞呢 早上送孩子啊 孩子就摸摸摸 充满时候就太慢了 就像画个漂亮的妆才出门 对吧 是啊 大家可以理解 我觉得女孩子嘛 一出一大 关键是把孩子送完回去 回来就已经吃中午饭了 这边的这个媳妇儿紧张的 这笔帽一直放一个 我觉得你们三个人的答案 首先你承不承认那个您老公 还有就是您家口的对方的 对都有 那你缺点还蛮多多 我都说了吗 十点嘛至少 同样是女人嘛对吧 对 那这道题呢 其实就默契肯定是没有的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默契 可能也是就是媳妇觉得 她认为可能最怕她们 这个担心的就是丢她东西 但其实反而她们觉得 这个没关系 我问谭姐姐说太多缺点了 她说太多缺点了 写不中 那我们就暂且放过她们 好 谢谢广东一家有人 还是不错的 谢谢 新有灵犀的指数还是很高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你们的开心秘籍 一起开心吧 欢乐带回家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 最美工艺家人有请 有请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是吧 这种应该不成问题的 是吧 你不上班的时候在家 在当伙啦 周末啦 休息日吧 休息日在家 偷偷地告诉我 你儿子平常自己在家干嘛呢 是吗 她进趟家吗 哎呀 紧张了 这边紧张了 动作做好了 造声势 哦 你这个 哇 不要写这么多吗 包括这个答案啊 非常的震撼 来 好了 请把板打开 来 三二一 亮提板 亮亮 看剧 哎 你老公看剧是工作来的吗 对 她也因为她经常在家刷剧 刷剧也是她的工作之一 她也是工作之一 她先做舞台剧 做我们这行就有好处 是啊 你自己看节目看剧什么 都可以说 业务学习的 业务 还有 打字什么意思啊 她有时候要写方案有助在家 那就还是工作 敲门案 然后有空还会带娃 带娃 这能量 你老公是全能的 是啊 又会赚钱又会带娃 电像夸老公 就是我们的问题是 你老公不工作的时候在家干嘛 她的意思就是我老公不工作的时候 在家继续工作 是 对 你就没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吗 比如她们一起成长啊 也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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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能不能告诉一下大家 你怎么能做到这么正能量 哈哈 有一个很正能量的老婆 哎呦 哎呦 超凉撒 对啊 你今天上来这么久 终于说一句狂了 哈哈 我婆婆对儿子的评价是很高的 是吗 她说她平常不工作的时候 在家帮忙做点家务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般我婆婆在家做完饭 我老公就要去争着洗碗 这倒是真的 嗯 本身你啥也不做 就是没你是 就是 她吃 她吃 她在 姐你知道吗 这个网上最近流行的一个词汇 这是典型的二十四孝好老公 对 被我摊上了 这色太大了 这能不错一件事 有棋子 还必有棋母 哈哈 perfect 找老婆婆一定要找客家的 哦 找婆家也要找客家的 轻轻记得啊 找客家老公 记住了 收到 但我们有没有说 找老婆却要不要找北京 哈哈 北京的挺好 北京的挺好的 哈哈 这个话多了一点 哈哈 不搞 不搞这种地域 这跟北京没关系啊 这个话多了 好来上版上版 上版上版 第二道问题 那您喜欢亮亮姐哪一点 那也要问一下那个婆婆 您觉得您的儿媳妇哪一点最好 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评论亮亮姐的优点 不是也要问婆婆也要知道 就是她儿子喜欢亮亮的哪一点 不是你喜欢 是你儿子 你觉得你儿子喜欢亮亮的 你儿子喜欢 对 好好 哎呀 这两次 来 三二一 开板 开板 哎呀 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人好 对啊 因为她特别热心做公益啊 对所有人 她是女无友的时候 她还没有这个做公益吧 但是她对每一个人都会很好 我心好心好心善良 若心好 就是心地善良 善良是吧 对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特别孝顺啊 特别是对父母 不管是她的父母还是我的父母 那你说的这些我其实也同意的 因为你知道亮亮 我们就有时候在每一个女人啊 都是是吧 先她漂亮 气质好 人蛮善良 哈哈哈 人挺好的 这个老公 一个儿子刚开始 家里还不大同意 就觉得啊 你这个找一个 这个完全不 就不是一码事的这个 什么叫我全不是一码事的 她基本上是个男人啊 她就觉得 广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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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我们 因为我老公跟这个 广东人跟北方人是不一样的 北方人是很热情的 比如来我们家 来家里坐去 加菜吃饭 但是广东人呢 就是比如说 我爸我妈来 我老公是很很理智的 但他会给你照顾得好好的 他不说 就默默的 对 实实在在很踏实的 对 所以刚开始我爸我妈 我就觉得你找我广东人行不行啊 就跟我们不是一码事 性格什么完全不一样 后面特别出去老旅行之后 他就觉得 广东人真好 很实在 怎么变得去说你老公呢 好 那然后 婆婆 刚才是这样的 就我们阿姨 爱什么 她首先说 她首先说 以为说你的缺点 爱说话 然后我就问 不是 我说我问你儿子喜欢他啥 爱说话 这就是双人见识吗 所以你看 爱说话这事儿在婆婆心中扎根了 有没有曾经想对她说过一句 闭嘴 我老公有时候会说 那是我说的 那是我说的 她是很直达的 她不会有拐弯 就说闭嘴 少说点 对对对 好 那么三个人的答案都 都没打了 大家来吧 萌萌团 上来 不要打我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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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打劲打劲 想打谁打谁 对 没救了 反正都冲上来打 男的就对了 好 成八个先结束了 成八个先结束 你留个机会 你留个机会 好了 好 谢谢 别说了 别说了 还有人 还要 还得补一下 还得补一下 警察版 过年回哪一方的家 这个太有意了吧 这个 这个刚才其实是回答了吧 是的 但是我觉得 其实刚才答出来的 可能是官方的漂亮话 就是心底里最希望 过年回哪一方的家 好 要一次真实答案 希望最希望在哪里过年 我们的开心家族 把尊老爱幼 我们的传统美德 发挥的特别好 今天星航哥留下很多末宝 大概是 我要签个名 可以 你就底下写上星星 好 来 其实 不是一个 不一定是家庭的一个实际情况 是他们希望在哪过年 对 真实的想法 好 来 三二一 两题版 但姐说都可以 出游 你就是人好 就是都可以 小口草 对啊 其实老人在哪哪就家嘛 我们在哪过都行 这话说的好 我觉得她俩这答案都显而易见了 猴先生为什么要出游 都可以 你妈想你在家过年 你知道不 带着妈妈一起出游 因为孩子散学了 在一起出去玩的时间 可能会更开心一点吧 珍惜这个亲子时光 而且我们家平时开销都是在旅行上 而且我公共婆婆 她们现在旅游也成常态 怎么住酒店也什么 她很了解了 来关注一下老年人的恋想 那我婆婆的想法是 过年在家 安安静静 其实后来我们想想 就像刚才她说的 我们很多时候是初二出发的 初二出发的 初二就不少过年 年夜饭还在家吃 都照顾了是吧 对 没一点嘛 对 就是两边都没有 也不错 那你说吧 你想在家过年 过到初几啊 一般都是过到年初二 你看婆婆是很像是媳妇吧 这家人太同声同气了 真的 没啥毛病 没啥毛病 好 过了那就 过了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家庭 我们的和谐一家亲 有请 好 来我们听清楚第一道问题 你想定居在郊区还是都市 就你最想住的地方 是 你最想住的地方 是在郊区啊 有山有水啊 有头小牛啊 还是 好有话题 还是在 咸圆生活 对对对 还是喜欢城市的繁华啊 是 不是 你这个问题是问谁最想住哪 就就问 Sara Sara 是吧 对 Sara 因为Sara是来到中国的 回答要都是回答 对 你们都觉得 你觉得你最 你媳妇最喜欢住哪 是 郊区还是都市 是吧 嗯 要这样子啊 就是以这个 顾及一下 这个 Sara的感受 你你你你你 你刚才是忽悠我吗 你不是说你要用英语写的吗 很漂亮的 为什么你的中文的字可以这么漂亮 中文啊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汉字 对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好期待 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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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来 721 亮提 哇 可以说是一样的答案 没有默契 默契了 这个老屋是什么 我这个访问一下 因为我们家的是一个青砖老房子 然后我跟我老婆都很喜欢住在这个屋子里面 哦 还有 还给OK 嗨 哦 那个村子里就是这个意思了 答案先不说 咱就说Sara的汉字怎么样 我还以为你会 Sara的字比我写得漂亮 Sara的汉字能看得明白呗 我能看 我就不错去了 对对对 嗯 不错不错 为什么你们都喜欢住郊区觉得 我们家里是养猫养狗的 所以住在村子里面比较舒服 就养很多宠物 所以住乡下会比较方便 是的 哦 好 非常棒 恭喜三位答对啊 来准备回答第二道问题 来提板放上 来 儿子是喜欢吃妈妈做的菜 是老婆做的菜 哦 那老婆是不是在一起 能不喜欢吃老婆菜吗 压力好大啊 但是可能又是妈妈的中国菜好吃 这个问题可能他们一直没有 自己都没有想过 没有接触过啊 好 也看看儿子这个公开的答案啊 我今天一直在心疼 我们中间的这个男嘉宾 我觉得你今天应该心疼所有的男嘉宾 我今天演完那个情景剧之后 我已经完全感同身受了 妈妈在想 刚才妈妈在想啊 嗯 那边搞定没有 来我偷偷看一眼 因为儿子和老婆住在一起 应该是周末才回妈妈家 吃妈妈的菜吧 小心哦 林先生 哎 这位同学 我警告你啊 这个答案绝对一点啊 别写些这个都不得对的答案啊 这很绝对的 只能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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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中间了 我们没有问什么中餐西餐的问题 我们就问你喜欢吃妈妈的菜 还是老婆的菜 你只能写妈妈或者老婆 两个字 对 好狠啊你们 本来想混过去 结果没混过星唐哥这一关 你到底是写妈妈 还是写老婆 咱们这样多多逼人真的好吗 哈哈 没有这个其实也没关系啊 我觉得啊 难道也是 对不对啊 吃菜是吗 对不对 比如说我喜欢吃妈妈做的菜 但我喜欢跟老婆睡觉 是吧 这 这根本没 没没问题啊 我觉得 是吧 好 来 把门打开 来 321 哦 哎呀哦 那还是妈妈做的菜好吃 是啊 对 谢谢 假如你像刚才那样写 他写西餐 什么老婆 中餐妈妈做的 哈哈 就虚假了嘛 对 对 连你老婆都是觉得你喜欢做妈妈做的菜 没有求生欲拉满那是 什么 求生欲拉满 求生欲拉满 嗯 嗯 刚刚林先生看了眼妈妈的 哇 松了一口气 啊 幸好 还好 你这个答案有没有想过要努力一下 嗯 其实我也挺喜欢妈妈做的 喜欢中国菜很好吃 你的意思就是既然大家都喜欢婆婆做的菜 那婆婆多做一点 那以后就婆婆做菜吧 就 哈哈 我们就不用干了 哦 OK 没毛病 这是三组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被咱们的某某团惩罚过 对啊 肯定有吧对不对 对 比如说一开始妈妈会不会不太赞同啊 是不是 啊 我们跟三维重申啊 不要嫌你们希望向着谁 或者你们觉得她向着谁 同样 咱们拿事实说话 就是发生争执的时候就是向着谁了 心里向着谁 哎 反正也只能写两个字 妈妈老婆 对 哈哈 对男嘉宾好狠 哈哈 当发生争执的时候 嗯 儿子其实是向着谁呢 嗯 嗯 都心好了吗 来 三二一 开板 哇 妈妈也好味道 怎么能这样子 怎么能这样子 我想知道真的有发生争执过吗 有 有 那我要先问问这个儿子 为什么发生争执 要向着老婆 呃 因为其实大多数增值的情况下是 呃 我老婆她比有那个自己的看法 嗯 然后她一般会先跟我互通过 嗯 就说她会先把我说服了 哦 然后再会跟我妈说 就已经先把你搞定了 顺势关系了 一起来对付妈妈 没有没有 原在是这样的 妈妈很大 你都不知道 知不知道每次都输什么原因啊 嗯 这个事前功夫没做好 哦 知道吧 妈妈说 我不在意 只要我儿子开心就行 那我就开心 那我就开心 新航哥刚刚那个表情 就好像那个村口 特别能八卦的那个婆婆 哈哈哈哈 哈哈 对呀 我 我们就是跟这种 湿奶是特别 特别亲近的嘛 湿奶杀手 那是特媳妇是对的 媳妇不仅 这么远来到我们街嘛 远来也是客嘛 尊重一点什么 不是客 那她都没什么说话的人 要是我儿子不陷着她 她会很伤心的 哎呦 这个很大量的 我得鼓个掌啊 我得鼓个掌啊 真的要鼓个掌 这个很难得 我我我我我我 还想跟你说 你你还要想想 这个怎么办 不要每次向着她嘛 要搞一两次向着你嘛 是吧 我原本以为你做菜多多好吃 有优势 结果发现不是的 那个叫爱乌吉乌 对 好 没办法 其实你们的答案 是令我们钦佩的 对 也真正看到 你们为什么这么和谐的 对 大家挺是 厉害厉害 一时没问儿子 当初是怎么 找到一个分男的媳妇 对 来 她是我那个 日语老师的同学 嗯 日语老师的同学 是的 就是啊 那时候是刚好 我那个在学日语 然后我跟我的口语老师 关系非常好 大家年龄差不多 因为她是个日本人 然后我们经常会学习 结束之后就一起去玩 然后玩的时候 大家都会把这些朋友叫上 然后就去上到我老婆了 哦 哦 你看 那 学日语为了啥 哎呀 你怎么找一个分男型 你怎么办 见人见智啊 学日语到底为了啥 原论到了 这挡都挡不住 是啊 是是是 对 你们身体力行告诉我们 到底怎样才能一家和睦 谢谢你们 谢谢 多学与佳心 谢谢 再次感谢三组家庭带给我们的启发 虽然是玩游戏 但我觉得真的当中你能入到不少东西 对 比如特别是最后一组啊 其实他们代表的就是你要懂对方 我们经常说的换位思考 是的 不要老自己的角度 想想对方想啥 很多东西就迎刃而解 很关键 对 那么如果大家想这个获得生活上提升的小妙诀 或者说是你有什么才艺啊 有什么故事 我们的舞台上跟更多的朋友分享的话 赶紧拿着你的手机 扫一下我们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然后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报名吧 嗯 好了 反正婆媳关系搞得好呢 很多作用的 可能还没这么容易被骗 对 是哦 就如果我们两个同心 我们俩怎么会被骗呢 不是 起码有什么事情可以有伤有良 要不就一起被骗 就是媳妇想的话 婆婆如果愿意多听的话 也可以帮助咱们的中老年朋友 更多的去甄别一些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个关于诈骗的小视频 哎哎哎哎哎阿雪啊 这是我的老友发的朋友圈啊 你帮我看看 为什么我做了任务也找不到这个提现的功能 我给你看看 哎谢谢谢谢 大伯 你这是遇上刷单诈骗了吗 刷什么单啊 刷单诈骗 刷什么骗 刷单诈骗 刷单诈骗啊 什么叫刷单诈骗 大伯我直接跟您说 您的钱被骗了呢 你的钱财别骗走了 哎 怎么网站不见了 哎呦 这个月房租没了 没了没了 大伯你没事吧 阿诚快联系返照中心 争取把阿伯的钱追回来 好我马上联系 现如今刷单诈骗已成为最常见的诈骗手段 诈骗分子利用抖音、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平台 发布兼职广告 以轻松破例为引诱 吸引代业、无业人群等求职群体 以先刷单后反例的形式 骗取受害人钱财 希望大家及时和时网上信息 避免入入骗子圈套 或东返诈中心提醒您 一旦发现受骗 请立即拨打110 或到附近辖区派出所报 提高反诈骗意识 让我们共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警察叔叔好 主角你好 没被这么老的老人家叫过警察叔叔 他没这么说过 你又自己承认了 有没有 我们刚才接触了一个 就不是太常见的词 我好像听了不多 叫刷单诈骗是吧 是什么意思 我还真的不明白 刷单诈骗 刷单不是现在 网上卖东西平台的一种手段而已吗 就是表现自己的成交量很多 设计到诈骗是这个东西吗 对对对对差不多 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人 会在网上买东西 然后也经常在QQ啊 微信上面看到了一些 零投入无风险的见识广告 就是你帮忙买东西 平台就会两本代理返还给你 你买的越多 他就让你赚的越多 这个时候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我买完了他又给我钱 给他写个好评 对没有没有没有 对先给他好评 然后你先资格呢 先给出本金 然后买完东西以后呢 他再承诺你把本金和佣金 一起返还给你 对对 就是还是要你掏钱 他才能骗到你 对对对 你掏钱买了他承诺 还给你还更多 但其实是没有的 然后结果不还 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会小额返利给你 就比如你买五十块东西的时候呢 他可能返五块钱给你 等到你真正投入多的时候 比如啊 你买了一千块的东西 他本来承诺要返还你一千零一百块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就拒绝返还给你 就骗取你的本金 并且最后会把你拉黑删除 就是这个名字 亮亮你的神情很惊愕 你是从来没在网上买东西 还是没被骗过 刷单诈骗听的还真不多 但是最近比如说 我记得最近打疫苗的时候 都有我们的公安的人员在现场 也有防诈的 因为哪里都有诈骗我现在发现 对 诈骗是比较普及的 包括打疫苗的时候 都有人去诈骗 所以前段时间我发现 咱们有一些公安干点 都在打疫苗的那个现场 就专门派一些防骗的 这些小卡片什么的 我才发现 骗子现在这个招数层出不久 对 今天第一次知道刷单这样 你也是第一次听是吧 我没听说过 侯先生呢 侯先生也没听过 有听说过 有听说过刷单诈骗 但没有接触过 不知道是什么 一般的年轻人都不会这么容易 去做这个刷单 刷单这个事情吧 可能都是 会骗一些老年人 对网络支持 是吗 是针对老人家的吗 这个 它主要是针对 那个无业人员 贪小便宜的 对 我真的还觉得这个未必针对老人家 因为老人家 他上网他就会不多 对 那不大会 妈妈生孩子家带孩子 没事干 或者学生放假之类的 想赚点小坚持外快 时间多一点 时间多一点 就闲的时间多一点 反正这个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 不会有这样的好处 这样的钱给你去捡的 那我们这个广东一家人自己做自媒体的 你们在网络上接触这个比较多 你们有这个问题吗 刷单诈骗 有了解 这个非常了解 但是自己没碰过 但是对 是没时间去帮忙刷单赚钱这个事情 没兴趣 那我们和谐一家亲呢 更加就不接触了 很少 基本上京东或者天猫买东西 那我们假设一下啊 如果你在网上遇到这么一个事情 人家说你就帮忙刷个单 然后到时候就我反例了 你们会去干这个事情吗 不会 金姐你会吗 不会 金姐不会 不用给钱吗 你买个东西 我觉得没那么大 不要跟大家搭拿锤盖条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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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要请我们的张警官出来跟大家说一下 是 怎么样个提防 首先呢 这个一定要提高我们自身的警惕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嘛 对吧 一旦看到那个逐步出户 动动手指头 就可以 有钱 要被也倒了 对 看到这些 对 兼职广告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注意了 提高警惕 对 对 凡是先垫本金去做兼职的都是诈骗 嗯 好 然后第二个呢 如果我们一不小心遇上了这样的事被骗了 怎么办 对 我们得保存好对方的手机号码 QQ 微信 这个东西 亮亮的你是不是还要拿个小黑板给我们夸画重点呢 一定要一定要 其实我刚才听到这个张颖官跟我们分享的 我觉得现在对大家来讲最有用的是 大家如何来识别 就他有什么特征 嗯 怎么才能确认自己是被刷断诈骗了呢 一掏钱就诈骗了 对啊 就是一样用到你的本金 干啥都行 对 就是甭掏钱 不能转账 不能转账 是吧 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画重点的小黑板 是吧 防诈实用技巧 那 张颈官每一条跟我们说一下吧 好嘞好嘞 提高警惕四个大字 不能贪图那个银头小利吧 对吧 然后呢 也可以 关注一下我们广东反诈中心的一个公众号 抖音号 快手号 上面每天会推送出一些反诈骗支持 嗯 这个老年人啊 或者我们年轻人也可以观看一下 多学一下嘛 对吧 嗯 其实提高警惕这个非常简单 就像刚才 我们之前可能今天以前都没有接触 或者是刷单诈骗 对 结果张颈官说了 我们都知道了 是 那边的家庭都知道 那以后你再碰到类似的事情之后 你就多个心眼嘛 没错 这就有用了 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没错 没错 好 第二个 第二个是啥呢 看看 哎呀 哎呀 好 来 第二条呢 就是浴室要冷静 浴片要及时拨打110报警 遇到什么时候冷静呢 比如你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嗯 说哎你好 您的账户可能涉及到洗钱的犯罪 哦 您得到我们公安局来核实一下 并配合我们公安机关核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警惕了 因为公安机关呢 是不会电话和晚上办案的 哦 对 对吧 直接开着警车来一家门口 是吧 是 你跟我们回去调查一下 有 有些人呢 就一听到是公安局的 公讲法机关的 他那个心啊 马上紧张起来 对对对对 都会有这种心态 对对对 紧张了 就无论对方说什么呢 都会相信了 啊 这就是陆坑的第一步 就是一听到哇 就公安机关来找我 哎呀吓死我了 害怕了 所以不要怕 嗯 对对对 所以说一定要多了解 我们公安机关办案的流程 嗯 对对对 我开始还想问 就比如说如果真的是你们公安机关 打电话过来 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定的号码 对 其实是根本不会打的 就不会打电话办案 就不会打电话办案 不会不会 只要你听到一报我是什么公安局的 都是诈骗 除非是那个96110 或者110的电话给你 直接显示是110的电话 对对对 这个号码是 都不敢接啊 96110是 我们一个诈骗预警劝阻的一个专门的号码 哦 如果您接到那个96110电话的时候呢 就证明你的手机上面可能安装了设诈的APP 哦 或者你可能正接正受到电信网络诈骗 还有可能公安机关找不到你的家人的时候 也会打电话给你 让你来找一下你的家人 对 好了 就相信这个电话号码啊 96110 对 记下来必须 好 那我们再看看第三点啊 来 我们有一个官方的APP软件 就是叫做国家反诈中心APP 下载完它以后呢 诈骗分子打电话进你的手机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提醒的功能 对 想是可能预警 这个是一个诈骗的电话 对 要你有一个心理准备 所以我们 一定要安装这个国家反诈中心APP 而且现在很多老年人呢 就不会下载这个东西 对 也希望我们年轻人呢 多点关照一下 关心一下我们家里面的老人 帮他们的手机上面安装这个软件 并开启那个来电预警功能 要开启这个功能 对 其实刚才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 国家反诈中心APP 就是做好防范 对 张警官之前跟我说过一个数字 好像说现在每天大概有 2.5万人的人 对 被骗 平均被骗 2.5万人 哇 那很恐怖 真的无处不在 所以我们真的要做好自己的防范 我觉得也很简单 就是浴室不要慌 是的 然后报告张警官 然后最重要的自己能做的 下载一个国家反诈的中心APP 老人家不会的 这个年轻人帮帮忙 对 朋友子女帮忙下载一下 好 那我们玉族好人一生平安 不要慌 没事的 是的 这个时候我们轻松一下好不好 谢谢张警官 我们特别给你带来一个节目 我们请了一帮姐姐 她们 哎呀 这个穿旗袍可好看 相当厉害 而且不仅自信美丽大方 而且阿诺多姿 还拿过很多大奖 那就太期待了 张你们期待吗 那我们好欣赏啊 一起欣赏 有请姐姐们 有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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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谢谢cio mos スゴ 哇 太美了 太美了 好优雅 多姐姐哦 你好姐姐 这位看来是姐姐的代表 你好你好 你是队长吗这位姐姐 是的 是的 要不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团队 我们这个团队成立了有五年了 一直就是 我因为是学校的老师 这些都是我的学生 那么每一次呢 我都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不停地参加全国呀 或者广州市的呀 各种不同的活动 让他们劳友所乐 劳友所依 你们这个节目好像拿过很多奖 还是可以的 全国的奖都拿过 是因为大家呢怎么说 这个节目呢都是我自己自编自导的 我最原创 但是呢他们就非常给力 每一次出去表演呢都非常的棒棒 我觉得可能去到他们这个年龄啊 有勇气穿上旗袍 已经是树然其境 非常不得了 不得了了 我老觉得就是穿旗袍 是一个好高难度的事情 对 还有难度的一点就是整齐划衣 然后我刚才在台上观察到 就是不只是这个步伐呀 这么一晃的那一下 对就是慢嘛 你试试叫他跳我们开场 那个我估计他们不行 老腿老腿老腿 这个舞台给我们添天才好不好 谢谢你们 谢谢 喜好美女 谢谢各位 这个时候我们要请出广东 纪物园辅助队的讲师 于颖老师 有请 有请 马上下来要展示一下急救吗 到时是负责救援呢 还是辅助救援呢 你们这个队是干嘛的 广东救援辅助队呢 是一个志愿者组织 但是它虽然说志愿者组织 但是呢也含有一些技术的 我们呢就是协助社会上面一些 好像灾情啊 那些一些医疗的保障啊 好像广东马拉松 我们也会做一个医疗保障的一个任务 好像之前有些水灾 我们也会把就是召集一些志愿者队员 去那个灾场的现场 协助当地的一些救援工作 它其实是一个志愿者的队伍 对 志愿者组织 就介乎于专业跟民众之间的一个组织 对 而且呢我们就是要进入 广东救援辅助队的话呢 还需要学习 考核 考核及格了才能入队 考试通过 别层层选拔的 对对对 那一般人如果有这个志愿的话 就可以找到你们的组织 然后报名才可以啊 可以申请吗 可以啊可以啊 其实我们在我们有公众号 也有网站在上面呢 可以就是扫描 然后呢进入我们一些群里报名 那你们这个辅助队 其实应该人越多是越好的哦 对对 因为呢我们呢就是做一个院前急救的一些措施 所以呢不但我们自己队员要学会一定的那个急救技能 其实呢我们现在呢还给一些社会的社区啊企业啊学校也做一些急救类的培训 科普名科普对 为的是什么呢 因为医生不是满大街都会有 对 但是普通的群众 确实就是满大街 满大街的 birth setting 所以如果他们能掌握这些技能的话 immun%事情得发生 他们可以挽救到 就多争取一秒钟 所以他们的口号就是 救在身边 是救 是救人的救 救人的救 身边都有人会 你就随时能获救 没错 那于老师要不今天帮我们 先来示范一下 你们具体的工作 能做到哪一步 比如说刚才 我们说不是 有人心惨有事 倒下了 如果医生又没来之前 你们能怎么办呢 示范一下好不好 好的 我们今天需要示范 是你要真人呢 还是 肯定不能在正常的 真人身上来操作的 那今天呢 我们队友了 带了一些练习的道具过来 有请于老师的队友 有请 广东救援辅助队的队友 陈志仁 欢迎 欢迎 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位同事啊 他是我们经常训练的一个模拟人 那接下来呢 我和我队友呢 会一起来展示一下这个心肺复苏的一个技能 好嘞 那我们开始吧 好的 那首先呢 如果我们发现有患者倒地 首先呢 我们先要确认周围的环境的一个安全 为什么呢 如果你想象一下 这里是一个马路 上面的车水马龙 你能这样马上上去做一个急救吗 那我们要怎么办 那首先 转移 转移 因为你不确认它是什么状况的时候 也可以邀请周边的人做一个人群管理 就是来 就是我们都这样 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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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人群管理 让我们去看 好 现在环境是安全了 那我们的队友呢 就会上前看一下他的那个反应 再呼喊他 先生先生 先生先生 没有反应了 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需要呼喊求助 找更多人过来帮我们 帮我们 来人了 来人了 这里有人晕倒 OK了 来了 要怎么帮忙 太多人了 先不要影响他 对 不要影响他 记者 散开散开 当我们来到 就是来到他附近的时候 他就会继续检查 他的那个呼吸脉搏 首先呢 清理口腔的异物 还有呢 畅通气道 然后脸部靠近他的 患者的嘴跟鼻子的位置 感受他的呼吸 眼镜看胸腹部 五到十秒 检查的时间是五到十秒 他这个感觉就是 看他是不是还活的 是吧 有没有呼吸 有没有呼吸 看胸腹部有没有起伏 这个步骤 确定了没有脉搏 没有呼吸 这时候呢 我们要实施一个 胸外按压 我们就把患者的衣服 先打开 先打开 找一个叫压心点 压心点是在哪里呢 这个摩椅人呢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一个男性 我们就可以在 两乳连线的中间 这个就是压心点了 但是如果说 他做手术啊 手术啊 或者肥胖啊 或者一些年纪 比较大的女性 可能一下子没有那么准确的话 我们可以找到 他的那个叫胸骨 胸骨位置在哪里呢 我们锁骨中间 我们的那个肋骨的中间 这条随直的 就是胸骨 胸骨的下半部分 下半部分 把我们的掌根 放在他那个压心点 然后 就是凹进去那个位置 对 没错 对 没错 就是凹进去的位置 但在按压之前呢 我们把我们手上的 一些手势 或者这手表 来先摘掉 因为呢 在操作的过程中呢 这些东西呢 有可能是妨碍我们 或者呢 会让我们受伤的 所以先把它摘掉 好了 现在找压心点 好 找到以后 手公直 身体向前倾 垂直几十度 成人的按压的深度呢 是5到60米 那按压的频率是 每分钟100到120次 一秒钟两下嘛 对 每一次呢 我们按压呢 是30次 30次的按压 大概控制在 15到18秒内完成的 那我们按30次的 那个胸外按压 我们平常呢 就01 02 03 04 05 28 29 30 好 做完30次的 胸外按压 配合上我们的人工呼吸 人工呼吸呢 首先 因为我们现在是 口对口的人工呼吸 在你不熟悉它的情况下呢 建议还是做一个 个人的防护 所以呢 你看我们有一个叫 CPR面膜 人工呼吸面膜 把它放置在 患者的脸部 白色的位置 放在嘴那里 然后打开气道 然后捏住鼻孔 让我们的嘴巴 完全覆盖着患者嘴巴 吹气两次 每次一秒 它这个东西就是你能吹进去 它的东西上不来的 是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那个另外的是一个叫 呼吸面罩 它有一个单向法 用了那个单向法呢 才可以 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能吹气进去 但是它的气体就不能上来 那如果不是 那这个也没用啊 它的也可以跟你接触到 它是防止了 防止直接的接触 皮肤直接接触 防止它喷射出来 有一些些防护吧 那因为现在疫情吧 疫情呢 如果那就是也不便宜 但这个东西 我们不可能随身带着 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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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没有的话 纸巾 当我们确认患者 没有呼吸 没有脉搏 这时候一定要记住 让其他人拨打120 拿AED过来 AED呢 中文呢 叫自动体外除颤器 它起的就是帮我们除颤 就是心脏的那个除颤 那它加上那个心肺扶苏 一起使用呢 可以大大的提高 那个生存的几率的 那这个东西也得 你们来了才有 没有 这个好像现在在广州 是很多公众的地方都有 对 公众场合都有 包括地铁啊 对啊 像这个广场啊 一些 机场啊 高铁站啊 他们都有配备这台机器 但是怎么用 我们还真不知道 那首先呢 我们拿到以后 第一时间 开机 开机 先把这个盖子打开 打开 然后呢 按一下开机的按钮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只要你把它打开了以后 然后呢 根据它的提示 现在它就说 让我们安放电机片 那听到以后呢 我们就根据它的图示 贴上它的这个电机片 因为它这个是那个练习机 所以它就这样来连着 但是如果是针机的话呢 它这两片呢 是分开的 分开 这个叫电机片 这两片叫电机片 当就是那个贴的位置呢 是右上 左下 右边是贴在锁骨下方 然后左边是贴在 左乳肩下方肋骨的位置 那我们贴好以后呢 它这个 这个机器呢 它会自动检测 还有遥控的 不要触碰 不要触碰病人 它正在进行一个心率的分析 这个时候我们所有人 要离开 离开患者 包括我们实施心肺服输的 这个救援员 就贴上以后就要离开了 按出无产机 那它检测它没有心率的情况下 它就会让我们电机 不要触摸了 现在也是叫我们不要触摸 因为它要放电了 我们只要按一下 已经电机 继续心肺服输 这台机器呢 是非常的一个智能 只要我们把那个电源键打开 接下来该怎么做 就交给它 来指示我们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李医生应该来到了吧 你接到电话了吗 李医生该来电话 从医生来到的角度 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或者要做一些什么呢 其实在我们院外 院前的急救 救援中心的余老师呢 这边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们在救护车来到之前 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些事情了 那么在医生和护士到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实施一些高级的生命支持 什么叫高级生命支持呢 就是给予输液 给予吸氧 给予一些脑保护 给予一些特殊的药物 强心的药物等等 去实施更进一步的急救了 因为在医生到来之前 我们是没有这些器材 没有这些设备 没有这些药物的 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 保持它呼吸道的通畅 保证我们能够实施一个 有效的按压 这就是我们在 我们的普通民众 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 辅助救援队呢 其实散步在我们当中嘛 没错 如果每个人学到的越多 你也成为其中一个辅助的队员 那我们生活在周遭就更安全了 好 那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要再次谢谢 我们的今天所有到来的专家 包括我们的三个婆媳家庭 但他们还有注入一个任务 他们今天作为这个模范家庭 来到我们节目 言传身教已经很多了 但最后我们这个环节 他们还要参与一下 希望能听到你们 属于自己特有的开心秘籍 好不好 每个家庭都跟我们说一下 交给你们 开心秘籍 我们有请广东一家人 谢谢 我们开心嘛 我就是 我开心 我在家里 我想做我的事情 年轻人我就少管他们 他们要等大了 其实就是该吃吃看喝喝 少管其事 不甘热 不甘热 其实我的话就不会刻意地去讨好对方 也不会说相敬如宾 我有行气的时候 该有行气的时候就有行气 就不会说有什么 不要变了 不要变了 对 就做真实的自己 对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互相包容一下 好的 明白 好 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个超级萌萌团送上来 送上这个开心大使的牌匾 好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接下来我们开心秘籍继续请到了最美公益家庭 其实我真是娶到这样的好的媳妇我好开心 没有了 没有了 你看看 此处本应有掌声的 来 姑娘 大家都沉默 你们这 真是的 我们主要是觉得后面还有 对对对对 都在期待呢 没了 再说两句 因为她又生了我一个小胖孙子 我更加开心 家里功臣 还有吗 没有了 没有其他优点的 对对 那我来补出来一句 以前我一个人来到广州从北京 广州以前是一个人都不认识的 然后来到我们家呢 就觉得我婆婆把我像亲闺女一样对我 所以也不用管这个家务 啥也不用管 孩子都不用管 就是我婆婆跟我老公我姑母一手帮帮忙的 所以我觉得我是很幸福的 其实我想做的就是用我的方式来感谢他们 像把我对我像个亲闺女一样 所以谢谢我的婆婆 谢谢你这个好行 一家人在一起开心就好了 最开心的事就是我们一起去旅游 一起去 谢谢 品尝各种美食吧 谢谢 一家人共享荣誉正书 谢谢你们的开心秘籍 谢谢 谢谢 最美的公益家庭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请出和谐一家亲 我觉得我们家庭的开心秘籍就是 互相尊重 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我愿意去尝试 你做的菜 你也愿意去尝试 我做的菜 这就够了是吧 就是你吃我的菜 我吃你的菜 然后我夸你的菜好吃 你也夸我的菜好吃 这是其乐融融的吗 谁也不挑谁的 是 搞定 我记得我刚认识我老婆的时候 她说一句很经典的话 就说 我妈从小教会我 只要做饭的人 不管是谁做饭 只要有人做饭 一定要蘸她的饭好吃 这样子就幸福了 这个是荆轲玉驴 对 所以这一家人是 互相蘸饭好吃 都爱吃 只能说是 都爱吃 这个大家真的要记住 你不要蘸好吃 但你一定要把它完全吃完 你可以不表态 你用行动 行动 对方 我是愿意吃你的东西 要不然你设计的 这是对人家劳动 就是付出的一种表现 这个很重要 好 那谢谢你们 谢谢 来 现在送上我们的奖牌 来 萌萌团 哎呦 这 这个是惊喜亮相 谢谢 对对对 我们的宝贝女儿 好 来 谢谢你们的开心秘籍 谢谢 如果您想您的生活 得到更多的正能量 就赶紧来到 我们一起开心吧的大舞台 赶紧拿起您的手机 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一起开心吧的公众号 真的好开心啊今天 收获满满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 再喊喊口号是吧 对 一起开心吧 欢乐带回家 欢乐带回家 下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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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